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越国籍 拥抱音乐 在瑞士再次开启人生 可是这圆满中总觉得有点遗憾 不应该遗憾才对啊 毕竟这万年的套路不是观众想看到的吗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落差 没有苦思冥想 原因就处在女儿徐丹和男儿俱成俊身上 俱成俊爱上徐丹 在他眼里徐丹优雅 美丽 最终为了救徐丹而牺牲 而徐丹默默守护了十年的未婚夫李正赫 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他 更多的只是背负的家庭责任 当两家订婚 徐丹第一次去瑞士找留学的李正赫 李正赫对他说的是 初次见面 在相伴的路途中 李正赫一直忙着拍摄身边美丽的风景 而眼中没有徐丹 来到异国的徐丹 那一刻一定倍感失落 要不然他为什么一直对那个照相机耿耿于怀 曾经的徐丹认为这可能就是李正赫的性格原因 与他订婚已有十年 他在等待那场梦幻的婚礼 徐丹讨厌那个照相机 一直想把他扔掉 在他可以扔掉的时候 他最终找人修好了并送还回来 他对李正赫说 翻看照片时 他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在那个照相机里 他看到了影视力的照片 原来 那时不相识的两人已经被对方的气质吸引 偶然的相遇 却在照相机里留下了美丽的身影 徐丹终一明白 他只是爱而不得 爱错了人罢了 而在他的身边 有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命 他明白了爱 也愿意为这样的爱而等待 作为女儿徐丹 他演绎的这个角色没有让人讨厌至极 心肠也不坏 更多的时候只是感觉他高冷罢了 甚至觉得他也挺可怜 少女的徐丹在学校时就暗恋优秀的李正赫 在他潜意识里 一定是这样想 李正赫肯定也认识我 毕竟每次碰面 李正赫都会望着我笑一笑啊 其实不然 我觉得这可能只是李正赫的习惯 他是一个温暖的人 但陷入爱情里的徐丹总觉得自己是独特的吧 后来 两家定亲 李正赫出国留学 他对徐丹真的没有什么印象 毕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一切听从家里罢了 最后徐丹终于明白自己错付了 二男二号巨城郡真的是小帅 心还挺善良 如果他的父母健在 如果尹家没有抢夺他的财产 他也可以在韩国幸福地生活 但是他心里有恨 他想报仇 为此生活不下去 只能远走他乡 来到经济落后 物质条件差的朝鲜 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心中的女神徐丹 在剧中 他被他人追赶着跑 流落街头 他流泪了 在他心里自己没有父母 就算牺牲了 也没有人会哭泣 看到那一刻的他 是不是很难受 他不是一个坏人 却有了一个悲剧的结尾 在他与徐丹的相处之中 他们已经被彼此吸引 爱上了对方 如果可以 真希望他不要牺牲 可以出去闯荡一番事业 然后回到朝鲜 和徐丹幸福地在一起 面对强大的敌人 为了心中所爱 他以医敌食 身负重伤 看到徐丹为自己落泪 他说 我错了 原来如果我牺牲了 也会有人为我落泪 在后面的剧情里 我想也许有很多观众希望徐丹和剧成俊在一起 说爱的迫降是童话故事 那个童话故事只是针对隐私利和李正赫 而徐丹和剧成俊 他们就是一出有血有肉的爱情悲剧 也可以说是童话吧 毕竟成人的世界里 没有多少人愿意为爱而牺牲 请问编剧 可以改剧本吗 《爱的迫降》里 因为徐丹和剧成俊 这部剧才丰满 人越活越现实 开始为这些假设的问题斤斤计较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谁没有在爱情里伤痕累累过呢 那些伤痛 一直在告诫自己 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爱人 《爱的迫降》这么甜的剧 看到最后有了伤感和遗憾 不得不说 除了男女主角 那些配角也很出彩 性格 笑点 人物塑造都很有看处 那几个中世和下世 还有村里那帮有拥有爱的姐姐们 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闪光的优点 生活气息浓烈 可能因在《爱的迫降》里面的表现 这些演员后期流量都会不错呢 抛开这部剧 真的 每段感情都有属于他的归宿 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